回應的問題就是 我們會否在事奉時 會有智慧言語、知識言語這些運作出來 是可以有的 但我們小心 我們不要 好像說我要有 因為我要有可以是自己的 因為人可以自己在以為是智慧的說話 或者是知識言語神給我們一些關於我人的情況 這個一定要有聖經的根基 有跟神的密切關係 以致我們的思想 首先我們的思想都是正面的 如果一個人的思想不正面 他不會出智慧的說話 不會有智慧言語 為什麼呢? 如果他都擔心憂慮 他出的那些說話 就是他勸導人的那些說話 那些說話未必是對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處理好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否鐵靜的 是否走在神的路 跟從聖經的吩咐 是跟從這些 然後神給我們自然有的 我們可以運用 不過運用的時候 就小心 不要當自己一定是收得盡覺 智慧的言語就是 能夠給一些在那個人來說 智慧的說話幫助他 那這個必然是最好有多些考驗 或者有跟從事奉的人一起 看到那個進步才好用 因為如果不是呢 其實智慧說話也可以是輔導的 但是如果那些說話 不是智慧的就不要用了 我們要知道是否 所以自己首先 我們的思想意念 是否都是潔淨 還有是有信心的 還有知識言語 又更加要分辨了 因為有些人會 祈禱感受到別人的東西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感受到 我自己有這個東西 原來是對方的 但是這個東西 就一定要在 很多群體都會這樣的 你有這個一次你告訴領袖 每一次你有的時候 你告訴領袖 他就會分辨 到底這個不是知識的言語 還有看到是否準確 經過一段時間 看到它是準確的時候 才會用的 如果不是 用的時候用錯了 不是的時候就會 那個破壞性都很大 其實我們不用有知識言語 智慧言語都可以服侍人 如果那些真是神那裡來 可以用 但是如果不是 譬如有些人說 你有什麼病 那個人根本不是 你的婚姻破裂 他根本不是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 你不要打父母 我父母已經死了很多年 我從來都沒有打 我從來都沒有罵他 我從來都是對他溫和的 但是他跟我說 他說你不要打你的父母 我聽到覺得很惡然 他這個不是 他不是從神領受 他收的訊息可能很窄 所以就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所以那個問題出現 有時候更大一個好處 如果他偶然間有準確的出現 有準確的出現 他應該有領袖去測試 是真的準確的先用 我回應一下 就是怎樣運用 至於有知識言語 或者智慧言語 智慧言語 其實某程度 都是教導 或者引導 我們都是用回 輔導的原則 不要太強烈 不要像指控 控訴 在知識言語都一樣 控訴 那些是要避免的 通常來說 我們會這樣說 如果是正面的 即是神很愛你 神要祝福你 如果那些普遍的祝福是好的 但如果說神 今年會為你預備一份工作 但如果不是的時候 又是一個假的盼望 所以正面都有看什麼正面 譬如神愛你 這個永遠都是事實 神陪伴你 這個永遠都是事實 所以如果是正面的 通常我們都可以說 不過如果是有指示性的 最好就是有領袖去分辨了 即是一段時間 發覺這個人所領袖 都是準確才好用 而有些是指控性的 是令到人覺得不被接納的 或者是紮罵式的 這些是要避免的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問他 在這方面 你是不是在面對這些問題 讓他講出來 如果他沒有講出來 這個可以透過輔導去瞭解 就是好像我領受到 除非這個人 他領受得很準確 已經很長的時間 已經成為一個先知的身份 他就可以 那些人發出的預言 他們會強烈一些 但他這個一定是經過肯言 我都講過給你聽 我自己經歷過 有些人 這麼多人叫我出來 他就說你將來會去到列國 我當時來說 我覺得沒有可能 但真是有事實 還有有兩個人說 我正在面對攻擊 那真是當時是事實 這都是長期服侍的先知 其中一個比較特別 就是他一看到我 他立刻已經有意念 他立刻就已經說 我想和你祈禱 就是他裏面都沒有猶豫 他知道有些事正在進行 這就是他從神的領受 所以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我鼓勵大家 不要追求 我們學無因事 但不要說我要有這件事 而是我要有神 我很想和神有親密關係 我很想走一陣子的路 渴慕神 而何時神給恩賜 就何時給 就不要 好像想著我一定要有 或者我祈禱一定有醫治 我一定要有果效 不要想果效 一想到果效就可以出錯了 就是想我渴慕神 我很想神祝福這個人 神如何做工 神就會有心意 就是一個謙卑的心 神祂